Hello everyone 相信上帝你就看到这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他是相信上帝是第一 他不是相信政府是第一 包括川普包括他们任何一届总统都是基督徒 他们说相信上帝是第一 当你有成绩的时候 你不是说感谢川普 你是说感谢上帝 他们就很高兴 因为你是一个以上帝为主的 他不会对你生气 不会因为说感谢川普 你看克林顿曾经用自己的飞机接 在Sanpong关闭的那个记者 他是韩国人 就是嫁到美国去 他第一件事看他的家人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说感谢主 他没有说感谢克林顿 你去把我接回来 他不 所以说克林顿也不会因此而生气 说你大爷的我把你接回来 你不说谢我 你还谢上帝 他没有啊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国家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他会按照上帝的标准 去做事 你有看到美国人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现在不是说美国有多么多么好啊 我现在是告诉你们信仰有多么多么好 他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 他普通人 他到任何一个国家 你找他们国家的人的麻烦 关闭人家 关人家 抓人家 这个国家就是自找 自掘坟墓 因为他们的人民 他们的公民就是 都是很珍贵的 无论你是权力高 还是低 还是长得丑菌 还是残疾人 只要你是一个人 他们的总统都会出面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问过好多人他们愿意去美国 这也是一个原因 就做他们的公民是很尊贵的 很高贵的 就很有权柄的那种感觉 很被重视 有的国家就不一定 我记得多少年前 就是这个 很多人被屠杀在 异国他乡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届领导人 去说点什么 做点什么 那么多人死了白死了 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一分钱也不知 在他们眼里 就像 就像蚂蚁一样 垃圾一样 所以不被重视的那种感觉 是的不好 用外国人说 不在乎 所以谁会努力成为 那样的国家的人民呢 所以我们 真的应该好好地 认识上帝 这位唯一的真神 那些说 我自己是无神论的人 其实是很愚蠢的 明明自己拜着佛 守着香 磕着头 然后再说自己无神论 就是一种人格分裂 愚昧无知 他对一个 他完全不知道的 他没见过 他就说他不信 所以这是挺可悲 挺可悲的 其实你看到 西方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都是相信上帝的 他们进步了多少年 给你讲新西兰啊 新西兰所有国家 只要有房子的地方 全部都有洗碗机 女人不需要洗碗 他们在几十年以前的时候 全部都普及了 他们所有的孩子 都不都甚至都 就是就是上完了厕所 都会有一种 政府都会给 就是一种叫 就是那个湿巾 湿巾 有的时候带着香味 我酒精那种湿巾 擦擦擦 擦小孩的屁股 就是他上完大便 不用给他洗屁股了 嗯 就这个都是 你有钱自己买 没有钱 就是政府给你钱买 就是你知道吗 他你就从这一些细节 你一定要看出来 嗯 就是一个体质的人性 所以像我们在这里 已经习惯了 就去去任何地方 在纽西兰去新西兰去厕所 我们是不需要带纸的 我已经这么多年 我已经不习惯买手纸 买买面筋纸 带在包里 没有习惯了 嗯 因为你去任何地方 都会有纸 任何地方都给你 很干净的 很 这个没有荧光剂啊 都是政府那个生产的 那个它回收 我们这里政府回收垃圾 我们倒的垃圾 都是政府回收 就做出这些东西来 给你用 真的很好 取制移米 用制移米 这真的很好 嗯 像我们这里啊 没有仇富的 没有仇富的 因为 有钱人赚 很辛苦的 扩大经营 他挣的很多 交很多税 那些税就是 一个是用于国家建设 再一个就是用来 帮助那些穷人 那些没有能力工作 找不到工作 生病的 或者说离婚的 比如说单身爸爸 单身妈妈 他要带孩子 他没有办法去工作的 那么他总要生活吧 那一生两三个小孩 你不去工作 从哪里来钱呀 所以这就政府给你钱 养着这些小孩 当然如果你有一天 可能是赚钱了 你可能要还给政府 你没有钱 就不需要还呢 所以呢 政府比亲爹都好 这样说 亲爹不高兴了 亲爹会 会离开你 会去见上帝 但是政府永远不死 所以呢 这个一个好的政府 真的是 恩典 真的是福分 所以这个新西兰这个地方 仇富的 几乎就没有 你看我们这儿 有一个富豪很出名 这城市很小 他过节的时候 他知道好多人都不舍得 包括我也不舍得 去买那些烟花 然后呢 他就是买了 二十多万的烟花 然后呢 拿到那个湖边那去放 要考虑环保 所以他到湖边去放 这个不会有火灾啊 放了 就是提前发公告 花钱发公告 让大家都去看 你说这种富豪 你怎么去仇富人家 你要感恩人家 所以他就承担了 一个社会责任 他就让很多人 就带了一颗感恩的心 你就见到他 他不用带保镖啊 他穿出去 穿个牛仔裤 穿个T恤 很普通 没有人恨他 没有人骂他 没有人想伤害他 所以他不需要带保镖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是很好 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 所以说你看 有钱人没钱人 都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 所以呢 新西兰就是包括美国 包括这些发达国家 他都是 很人性的用 依旧圣经来起扫法律 按照人都是 按照圣经的道理去管理 这个国家 他们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 公民的公仆啊 不叫人民 叫公民的公仆 你去每一个政府部门 他们都说 看我怎么帮你啊 然后他稍微做的时间长了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你不需要花一份钱 你不需要看他脸色 他对你非常客气 他都写了说 我们尊重你每个人 也希望你们尊重我 因为有的时候 他们去政府要做一些事 不能如愿的时候 他们也会生气 然后也会对他们不友善 其实就是惯性臭毛病 所以我们就不会这样 因为我们对他很感恩 所以说政府给你做一点 你都要很感恩 那那个 所以呢 他们这个地方的人 如果把他扔到 维尼瑞拉那种国家 回来什么事都不会犯了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还不到跪下来 给政府磕头 政府原来你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 都不绝嘛 所以我就想说 人都是不珍惜 就是人都犯贱 你看我们就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就很珍惜 我经常关注 虽然我不生活在美国 我关注美国的一些事情 因为美国毕竟 它是世界大国 它是承担很多的国家 就是整个地球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它很好 就像圣经说的 不要光自己过好了 关门过好了 要去关心别人 还是这样子 当然看了报道 咱们也不知道 政治怎么回事 有很多的 你说为了石油 为了天然气 什么搞战争 什么也许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看到 他是怎么样 对待他们的公民 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只看到 他的公民在任何地方 受到伤害 受到不公平 被误杀 误伤 被虐待 被抓的时候 我看他是怎么做的 我不听他怎么说 我看他怎么做 我和人交爱 我不听你给我怎么白活 你知道吗 我看你怎么做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 你做了 就是应当我的尊重和信任 就是这样子 人有人之间也这样子 这个你跟政府之间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 这个政府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你看 这个前两天 这个疫苗的事情 我们的总理 刚刚做妈妈 她非常的 这个马上就 一种怜悯之心 她就下令说 你们都可以到我这儿 来免费打疫苗 因为这些人 都是我们纳税人 潜伏 但是因为 我们虽然不愿意 为那么多人买单 但是呢 这种爱心 能帮助那小可怜的孩子 我们也不说什么了 所以呢 你看 从一点点事情 就看出人家有人性 人性 知道吗 人性 你说 谁会喜欢 没有人性的人 你会吗 你会喜欢 没有人性 没有道义 没有尊严 没有什么的吗 是不是 嗯 在我们这里 如果投税漏税的话 你要双倍的罚 而且呢 你永远不能再经营企业 而且你还要坐牢 这个偷税漏税 还能被拥护的人 还能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人 这是 这是 这是很搞笑的 这是世界笑话 所以你看 我看到人家的价值观 你看那个 乌克兰 他们那些战争当中 死亡的人 回来 就是 就是尸体回来 他们所有的人 自发的在马路两边 单膝跪地 他表示对一种 英雄的敬畏 他们都会把他 甚至是维权 不小心被打死的 他们都会有个公墓 把他埋葬在那里 国家出钱埋葬 就是有人去悼念他 让他记着 我们不再为这件事犯错误 你看 乌克兰 其实挺穷的一个国家 当然他以前也很富有 那他人都很高的价值观 他们没有满大街的 都想出国 都逃离一样的出国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个 那个 有一次我坐 出租车 问这个 印度人问我 听说 你们出来的国家 给你们很多钱 所以那么多人 全世界都往外跑 就是出来一个人 给你们多钱 给几百万 我说我没有拿到一份钱 我自己收钱 听谁说的 我不知道 也许现在有 但是我不知道 我说 我不这么认为 说完了 他笑 我也笑 所以有一些事情 是挺搞笑的 那个 就是刚才聊了这些 就是 综合一个 价值观 价值观决定 你的 这个 做事的后果 因为你有一个很 价值观 你有个很高的 道道标准 你做事的后果 就不一样 所以呢 有信仰是很好的 所以 希望你们都去多了解了解 上帝的话语 有时间去看看 为什么美国这么做 真的是很重要 信仰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看 川普前两天有个视频讲话 他说 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用敬拜政府 我们敬拜上帝 包括外在里 就是我们 我们不敬拜 We worship God We don't worship government 就是 所以我听了 我特别高兴 我心里特别舒服 对呀 因为人是 他只是人 他是一个掌权者 他有可能换戒退休 但是你 你敬拜的不是他 但是你要服从他的法律 知道吗 一个虔诚的信徒 他一定是遵守 遵旧受法的 但是他敬拜的是上帝 不一样 因为上帝是永远不变 他不会死 他不会换戒 他不会退休 你知道 所以不能今天张三 上台了 他弄那么一套 我听你的弄那么一套 李四把你那套推翻了 又上台了 我在弄那套 整天就换起来 这个不对 这应该是敬拜上帝 以上帝的道路真理为标准 任何人执政掌权 你都会是一个好的公民 因为上帝说 你要顺服 地下一切掌权的人 就是一句话 了解圣经的人 他不会害怕你有信仰 因为上帝已经说了 你要顺服一切掌权的人 所以 为什么会害怕有信仰的人呢 人家都是敬畏有信仰的人 尊敬有信仰的人 没有人害怕 除了撒旦魔鬼 他会害怕那些 被上帝掌管的天使 基督徒 没有人害怕 我也很喜欢基督徒 所以呢 他们有信仰 我就多了一份信仰 当然对有些群体的人 他有信仰我也不信仰 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的信仰 但是在我接触的白人当中 还有黑人 还有什么 我都很信仰他们 因为他们单纯 他们真的是单纯的信仰 我这里是上午 刚吃完早餐 这下热的特别热 我们这里有点干旱 所以下午热的 我都不在家待着 跑到外边去喝咖啡 去外边那个购物中心有空调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家庭 不安空调的 因为它很舒服 甚至你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 我说过昨天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难 这个气候完全不正常 就上午你看 我现在坐在这都出汗 所以啊 所以啊 你看了还挂着大脚鸭子 特别凉快 特别热啊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你们有平安息来的一天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感谢观看